监听侦查的皮肤文件下来了吗 你拳拳负责 开始行动吧 是 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啊 姐 你说爸去了这么长时间 不会有什么事吧 爸 你没事吧爸 没事没事 没事吧爸 可算回来了 快回去歇着 他们找您到底是什么事了吧 连饭都没让人吃完 我给您倒水啊 从现在开始啊 我就算是自由人了 咱们家这回这道坎 应该算是迈过去吧 你小心烫 可他们到底想问您什么 也是东问西问 我想大概是他们案情进展得不顺利 挺着急的 国安的人缠着您总得有个原因吧 姐 说什么呢 什么原因 我也说不上什么原因 反正 他们就跟我讲了一下大概案件的进展 说是让我提供一些线索 不 你说这些人也怪啊 我能提供什么线索啊 好像搞得我跟长安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似的 长安这案子 跟咱们没关联啊 爸 有没有可能 真的是你认识的人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我去换双鞋 您去吧 一会儿给您把成子送到屋里啊 那我去公司了 好好好 我先走了 嗯 拜拜 拜拜 你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00 00 查过了 苗霁的名下只注册了一张电话卡 苗霍扬闹怎么样了 放心吧 该安排的都已经安排好了 压力也给过了 逃跑的机会也留好了 就看对方什么时候 沉不住气 只要能拿下苗焕阳 苗霏这条线 我们也就扯出来了 安静 出来一下 有事跟你说 你觉得苗焕阳和苗霏 是不是我们最开始 寻找那个目标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你还记不记得 一开始你提醒我 刘玉的那个吴苗 这个人我查过了 确实有问题 你已经开始调查他们了 我把信息整理 汇总完之后 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想说的重点是 即使这个吴苗有问题 但是按照目前 我掌握的情况来看 他很可能不是 我们要找的那个检查 你的意思是 苗霏跟苗焕阳 也有可能是这个线索 也有可能是这个线索 我明白了 你说得有道理 苗家妇女 有可能参与了 贾长安的走私 但可能跟她的死 没有关系 眼看就能咬住苗家妇女 大家都很兴奋 包括我自己 但是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不能盲目地乐观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要做好准备 我们才找到 迷宫的开头而已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个话 特别丧气 所以我才不愿 当着大家的面具说 但是我知道你 一定可以做出 正确的判断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安静 这场较量才刚刚开始 大家早晚会表现出疲态 所以 只有你能鼓励他们 谢谢你的提醒 也谢谢你的心态 好了 那我先去了